未婚夫的前女友怀孕了 孩子不是她的 但她却每天上门 为前女友洗手做羹汤 为了让前女友安心养胎 未婚夫甚至让她搬进了我们的婚房 晚饭时间 孟燕在厨房静静出出地准备着炖汤的食材 她修长的手指捏的菜谱 翟菜 洗菜 切肉 每一项步骤她都完成得很细心 我靠在厨房门口静静地看着她 这般仔细的模样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费了一番心思 一锅香喷喷的食权大补汤终于出锅 孟燕拿出勺子品尝了一口 满意地将它装进打包盒 我捏了捏拳头 压下心动的怒火靠近它 今天又做了什么 我能尝一口吗 孟燕回头宠溺地摸摸我的脑袋 番茄猪骨汤 韵韵 你从来不吃番茄的 这汤不适合你 我扭过头 甩抬她的触碰 冷得一张脸说道 怎么 是怕我和她抢吃的 所以特意加了番茄 孟燕依旧好脾气地笑笑 好了孕孕 又发什么脾气呢 汤冷了 味道就不好了 我先得如南送过去 说吧 孟燕提着打包盒便出了门 只留下握着肚子的我 看得满厨房的狼藉 孟燕口中的如南 是她的初恋女友段如南 老公因为赌博欠债跑路了 怀孕七个月的她 走投无路地找上了孟燕 从此我的未婚夫孟燕 开始悉心照料她的生活 说起来可笑 我和孟燕在一起五年 从来没见她笑不出房 现在却因为产检医生的一句 胎儿可能营养不良 她被心丹情愿地 为段庐男做起这些事 也毫不避讳我 甚至还会询问我 怎样做菜才能更好吃 没有谁能容忍自己的 未婚夫为其他女人 做这些事 我一开始大吵大闹 质问孟燕孩子是不是她的 孟燕却被我的话吓到我 信誓淡淡地跟我保证 孩子和她没有一点关系 她还立下了一份协议 孩子出生后 立马去做亲子鉴定 如果是她的她近身出户 公司 车 房权给我 看得她坚定能不能让 我信了 但我依旧不能容忍 她对另一个女人这么好 也依旧无休止地和她争吵 并试图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 当我拖着行李箱准备离开时 孟燕彻底慌了 她死死地抱住我 语气里满是恳求 孕孕 你别走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但是你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一点点就够了 我并不理解她话里的意思 只是使劲地挣扎 但她力气实在太大 我在她怀里动弹不得 浑身的血液都往头上冲得我 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她 我狠狠地甩了她一巴掌 客厅里的氛围顿时安静下来 我的唾气声慢慢变大 孟燕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又凭什么认为 我会容忍你为另一的女人 洗衣做饭 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孟燕低着头不说话 我看不清她的神情 我接着说道 你怎么有脸来问我菜是怎么做的 是不是以后 还打算让我去伺候她坐月子 孟燕终于抬起了头 对我扇过耳光的一边脸高高地肿起 她双眼通红 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 一滴眼泪就这么从她的眼眶泥落下 我心中一颤 从来没想过骄傲的孟燕也会哭 孟燕记下来的一番话让我无力反驳 孟燕 如果我们的宝宝还在的话 应该会叫爸爸妈妈了吧 两年前 我和孟燕是有一个孩子的 我们都很期待她的到来 但是在一个下雨天 由于我不小心跌了一脚 孩子没了 到现在 无论做多少努力 我依然怀不上孩子 孟燕 如果我不帮段如难 这个孩子她不会留下的 她不是我的 但我做不到 看得她像我们的宝宝一样 还没睁眼看她这个世界之消失了 我泪如雨下 不知该如何回答 孟燕上前搂住我 郁韵 我和你说过的 当初是如难放弃自己的学业 打工赚钱 给我挣学费我才能上大学 这份恩情我也不能不还 那天晚上 我和孟燕在客厅相拥着坐了一晚上 流了不知多少泪 到最后 我默许了她对段如难的好 只不过看到她认真的模样 还是会经常如梗在喉 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对的 猜疑和妒忌充斥在我的内心 每次孟燕从段如难那里回来 我都要细细地检查 她身上有没有什么痕迹 即使知道段如难怀孕了 他们什么也不可能发生 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孟燕没说什么 总是笑意盈盈地配合我 某一天晚上 我们都休息了 急促的铃声突然响起 孟燕激起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慌张的女声 阿燕 我肚子好痛 我好害怕 孟燕一边慌烂地套上衣服 一边安慰道 别着急 我先听你叫救护车 我马上过来 咔嚓 房门被关上 我睁开眼 借着飞暗 热油泪水划过我的脸庞 孟燕甚至没有和我说一句话 便出了门 奔向了另一个女人 我知道 再这样继续下去 我可能就要疯了 孟燕直到天亮才回来 我也一夜未眠 直勾勾地盯得天花板 她依旧什么也没说 只是上床紧紧搂住我 段如南会主动找上我 说我没能想到的 咖啡厅里 我认真地打量了眼前的女人 她太瘦了 整门人像张纸片一样 也不知道孟燕的那些 补汤喝到哪里去了 脸色比我一个 被强约婚夫的还难看 她身形单薄 却挺着大肚子 我都害怕她 能不能承受住这个重量 她的手不停地 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怀孕了 段如南轻轻撩起 耳边的绣发 冲我笑了笑 这段时间多亏了矮焉 不然我一位人 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没理会她 直盯着眼前的杯子 但她却不打算放过我 早就想见见你了 毕竟要不是你同意 艾燕也不会来照顾我 哦 也不对 她顿了顿 眼里满是嘲讽 你要是不同意 艾燕也会偷偷来的 毕竟呢 她这人最重感情 我家面前的 美食一眼而尽 很苦 但刚好能压住 我心里涌出来的色意 你今天来找我 就是为了说这些 段如南 唇边的笑意越来越浓 也不是 就是想见见你 但是我跟艾燕提过 她说我怀孕太辛苦了 不让我乱跑 所以到现在才来感谢你 我捏紧拳头 指甲甚至划破了我的掌心 但此刻我却顾不上这些 你也说了梦艳重感情 你当初帮了她那么多 现在她回报你也是应该的 回应我的 只有一阵倾效 段如南拿起叉子 翻来覆去地戳着眼前的甜品 脸上带着轻蔑的表情 是啊 你说这么好的人 当初我怎么就舍得放手呢 严禁于此 她的心思我也看出来了 我深吸了两口气 想念她肚子里的孩子 不想和她过多久纠缠 其身不要离去 段如南却又开口了 我最近老是做饿梦 吃不下睡不好的 艾燕送来的那些饭菜 倒是浪费 我也和她说了 以后不用麻烦了 我停下动作 不知她卖的什么关子 但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毕竟对孩子影响不好 所以我请大师帮我看了看 大师说 让我换个环境居住 最好是带喜的 我记得艾燕跟我说过 你们的婚房 已经装修好了 一番话像毒蛇似的 缠绕着我的全身 让我止不住地发抖 我抓起她的杯子摔到地上 一字一句地对她说 你想都别想 这番动静 吸引了许多人的众目 段如南拿起纸巾 放在眼旁中做室内 一副受了极大委屈的样子 嘴里吐出的话 却恶心至极 你同不同意没关系 阿燕同意就行 我转身就走 没再理这个装腔做事的女人 我坚信孟燕是不会同意的 因为她下来不信这些东西 事实 很快便狠狠地打了我的脸 晚上 孟燕高兴地告诉我一件事 我已经得如南找好了保姆 孕孕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正好最近厨艺有所见长 以后晚餐都有我来做 好不好 我没反应 只是死气沉沉地 看着平板里的综艺 孟燕丝毫不介意我的态度 转身忙厨房走去 望得眼前一桌丰盛的满餐 心里难免有些悲哀 孟燕现在一身的好厨艺 却是为了另一个女人练出来的 她亲手做的第一顿饭 品尝的也不是我 孟燕体贴地为我加菜 孕孕 我现在才知道做一顿饭要耗费多少精力 以前你做的那些我都应该吃光光 刚和孟燕在一起时 我们俩都不太会做饭 再加上忙的创业 一直都是点卖卖眉生 直到公司步入正轨 孟燕也落下了胃痛的毛病 我依然决然地退出公司 选择做一个家庭主妇 学了好多做菜的技巧 调理孟燕的身体 那时候我最好的朋友余倩倩 恨铁不成钢地对我说 邱玉玉你个恋爱脑 居然为了一个男人放弃事业 以后她要是不要你了 我看你怎么办 我坚信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孟燕一直对我很好 公司的股权大部分分在我手里 现在我有些动摇了 也许余倩倩是对的 郁郁 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正当我胃痛嚼辣地吃着晚餐 回忆起当初时 却见孟燕有些忐忑地看着我 我心动一凉 仿佛知道她接下来要说出口的话 我默默地祈求她 可怜可怜我 不要打破我最后一丝念想 孟燕还是说了 如南说 她最近状态很不好 她找了大师 说要换个居住环境 郁郁你是知道的 我向来不信这些 但是我想的 晃的环境也许对她身心要好一些 所以我们的婚 没等她说完 我便将筷子割下 眼里没有一丝光彩 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那房子是我亲手设计的 每一项步骤 我都亲力亲为 我耗费了无数心血 现如今却要把她拱手让人 我的眼睛酸涩的厉害 我以为我哭了 但没感觉到水痕 大概是这辈子的泪都流尽了 我闭了闭眼 深吸一口气后 看向孟燕 可以 你让她明天搬过去吧 孟燕顺脸上露出 不可思议的表情 她眉头紧锁 嘴唇微微颤动 一时间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答应得太过容易 如果我和她大吵大闹 孟燕大怠还不会如此 我抬手轻抚上孟燕的脸 笑着对她说 其实我今天去见段罗南了 孟燕如临大敌 孕孕 如南身子骨弱 如果你有什么不满的 可以和我说 别去刺激她 她紧张的模样 让我心里越发冰冷 看她 我为自己选了的什么好丈夫 多么深情 想到自己的打算 我按捺住性子 继续说道 阿燕 你误会了 是她主动约我的 本来我是有很多不满的 但今天看到她的样子 我突然就觉得 没什么好生气的 毕竟她也是个可怜人 见我态度真诚 孟燕手足无措地向我道歉 孕孕 对不起 我不该对你说这些 但是你能明白就好 如南她 是个可怜人 孟燕最喜欢的 便是我这副体贴的模样 她或许真的以为 我已经放下了 但是孟燕 我太了解你了 你最爱的人是你自己 曾经为了一个工作项目 会把自己大学 最好的兄弟 坑进监狱的人 现在告诉我 是因为可怜段如南 才会帮她 你觉得我会信吗 爱蒙蔽了我的双眼 但是我可以自己 欺骗自己 商场如战场 孟燕做的这些没错 如今最后一丝情谊 也在刚刚被她打破了 我对这男人 已经没什么好留恋的 孟燕既然敢和我 签下了一份协议 就证明孩子 确实不是她的 那她究竟要干什么 为了弄清楚她的目的 我必须和她须于尾仪 果然在深夜 孟燕伸手在我眼前 晃动了几下 像是在 确认我有没有事找 见我没反应 她走进卫生间 不一会儿 又走向卧室 借着霍了暗的床头冬 我看清了她手里拿走手机 不像是她平时用的 我捏手捏脚地 走到卧室门口 孟燕断断续续的声音传进来 整得好了 反正月份差不多了 早产也没什么懂不了 没说几句她便挂了电话 我快步跑回床上 努力平复呼吸的同时 也在思索她刚才的话 什么叫早产也没什么 说的是段如南吗 我站在和孟燕曾经的婚房内 看得段如南 里里外外地参观 她指挥着搬家工人放东西 指高气扬的模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孟燕也不干涉 由着她折腾 等到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 段如南挺得大肚子 依偎在孟燕身边 孕孕 谢谢你 我刚搬进来 就感觉好多了 果然那些大师说得没错 我注意到 孟燕正死死盯着她肚子 眼神有些幽暗 面对得意的段如南 我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你喜欢就好 我拍拍孟燕 今天约了于亲家逛街 我先走了 孟燕从思绪中清醒 有些不高兴地看着我 怎么又和她联系了 韵韵 我不是和你说过 她不是什么好人 孟燕 我打断她 我从来没干涉过你的事 我语气严肃 眼下之意 我已经退下很多了 孟燕还想再说些什么 旁边的一声痛呼 转移了她的注意力 段如南神色痛苦地 勾搂着腰 阿燕 我腿抽筋了 孟燕着急地看向她 注意力也成功转移 她甚至屈增蹲下身子 为段如南捏着腿 好点了吗 段如南摇摇头 见状 孟燕直接抱起她 往卧室走去 段如南趁机回头 看了我一眼 好似再说 我赢了 我听得他们的谈话 从主卧传来 阿燕 你对我真好 每次抽筋你 都要帮我这么按摩 孟燕轻笑一声 这都是应该做的 段如南 角楼造作的笑声响起 我内心毫无波动 转身就走 餐厅里 顶对于倩倩嘲笑的目光 我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当初和孟燕在一起后 她一个劲地 给我洗脑我身边的朋友 都不是什么好人 让我不时再联系他们 恋爱脑上头的 我听信了她的话 和身边的朋友 逐渐疏远 除了于倩倩 她是孟燕最不喜的人之一 但幸亏 我还保留了一丝理智 这些年来 一直偷偷摸摸地 和她保持着联系 听你这么一说 孟燕的问题很大呀 我认同地点头 于倩倩无奈地叹了口气 恨铁不成钢地 戳下我的脑袋 早跟你说过 弄燕那个凤凰男 不是什么好东西 也不听 现在好了吧 婚房都得拱手让人了 我讨好地冲她笑笑 倩倩 我错了 当初怪我年轻不懂事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我沉思片刻 我想搞清楚 孟燕究竟要干什么 她不会无缘无故地 帮助段罗男 搞清楚之后呢 自然是让他们付出代价 看出我眼中的狠利 于倩倩两然地点点头 导顾着手机发了个信息 我明白了 秋运运 你能想明白最好 知不知道为了你这些年 我和老莲操了多少心 要不是你 她梦燕能有今天吗 现在都敢不敢带着 小三登堂入室了 于倩倩说的没错 梦燕的公司 能有现在的成绩 少不了我家里的帮扶 不过这又和莲昂有什么关系 正打算问出口 一道熟悉的身影 走进餐厅 于倩倩站起来挥挥手 老莲 这儿呢 来人186的身高 一张脸俊美非凡 就是表情冷得能吓死人 她静止坐到我的身边 我尴尬地往里缩了缩 她正是好久不见的莲昂 梦燕最不喜的人之二 就是她 当我和梦燕在一起后 她主动找到我 只问了句 秋玉韵 你想好了 真要和那个男的在一起 当时她满脸怒气 我安唇式地点点头 看见我的回答 莲昂沉默了半赏 最后只说了个 好变头也不回得理去 她远去的背影有些落寞 我也不知为何 心里毒毒的 这次过后 莲昂再也没找过我 仿佛消失在了我的世界 看到重新出现的人 我求救地开向余倩倩 用眼神示意她 你把她找来干嘛 余倩倩无视我的肝大 触我摇摇眉 既然要搞清楚梦燕的目的 光靠我们俩哪行 所以我找了个帮手 莲昂的脸色 依旧冷得可怕 我偷偷斜眼瞄她 却正好和她的目光相撞 只见她孤唇一笑 秋韵韵 你挑男人的眼光 倒是配得上 你满是水的脑子 顿感心塞 很好 莲昂还是那一莲昂 嘴巴依旧能补 我不甘示弱 谢谢夸奖 你也不差 她神色古怪地看了我一眼 你说得对 余倩倩哈哈一笑 你们俩怎么还是老样子 一见面就斗嘴 我和莲昂一口同声地冲她喊 谁稀罕 余倩倩笑得更欢了 哎呀哎呀 还是那么有默契 我和莲昂又相互看了一眼 随后都别扭地插开视线 安静了片刻 莲昂主动开口道 你想好从什么地方 开始入手了吗 讨论起正事 我看了二人 和孟燕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见过她的家人 所以我打算先去她老家看她 莲昂又笑了 是嘲笑 都没见过家长 你就要和人家结婚了 秋玉孕 你真是蠢得可以 这次我倒是没反驳她 莲昂骂得对 正多年了 每当提到去孟燕家里看她 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 现在看来 也许我并不了解孟燕 而我却像着了魔似的 沉浸在她的温柔里 决定好方案后 我们打算明天就出发 莲昂提出要送我 我拒绝了 她用力地摔上车门 丢下一句 随便你便扬长而去 我翻了的白眼 都闹着 莫名其妙 余倩倩则是一副 我懂但是我不说的模样 孟燕遵守了她的沉默 我到家时 餐桌上已经摆满了 丰盛的菜肴 她殷勤地给我夹菜 我心不在地挑着碗里的饭菜 不经意地对她说 对了 明天我要和余倩倩去旅游 孟燕停下动作 脸色瞬间变得阴沉 郁郁 我和你说过她不是什么好人 你为什么就是不听 我毫不畏惧地太像她 孟燕 你没资格干涉我的交友 你不觉得自己太双标了吗 为了你 我连婚房都让出去了 现在我和朋友出门屡个油 你也要管 见我不退让 孟燕染下雨气 早点回来 孟燕的老家很偏僻 车胎到拜山央后 只能不行 连昂在前面胎路踏平杂草 我和余倩倩的后面相互扶持 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 看着这个人烟稀少的小山村 我都不知道该何从下手 好在连昂靠谱 主动敲开 以后人家打听 大娘你好 我们是孟燕的同事 她让我们来她家取点东西 大娘一听孟燕 积极地把我们引进了屋里 据她说 孟燕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 大家都很尊敬她 在问到孟燕的父母时 大娘一脸惊讶 你们是她的同事咋不清楚她的情况来 孟燕的疯子爹妈早没的了 是吃村里百家饭长大来 这孩子也是个感恩的 每年都给村里送钱 连昂和余倩倩看我 我满脸茫然 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 我装作高反应过来 连昂你忘了 孟燕说过她家里没人了 让我们取完东西就走 连昂接上我的话 哦对 瞧我这记性 大娘没有怀疑 还提醒我们 孟燕家里基本没她那东西了 你们要的话 去孟老头那里找找 她这两年回来 基本都去孟老头那里 不过 像是想到什么不好的东西 大娘后面的话没说出口 见她犹豫 连昂从包里掏出一打信金 大娘 这东西对孟燕很重要 要是拿不到 我们也抱交代 需要你帮帮我们 大娘假意推辞两句 收下钱后 弯下腰 错进我们神神秘秘地说 那孟老头怪得很 一天搞一些乱七八糟 东西 村头人都怕她得狠 告别大娘 我们朝着孟老头家继续前进 此时天色渐暗 安静的村落 显得有些可怕 连昂依旧上前敲门 里面很快传出了 拖沓的脚步声 还伴随着咳嗽 可以听出来人 年色已高 门拉开了一小个缝 探出一个满是白发的脑袋 孟老头的眼神 扫视了我们一圈 最后定格在我身上 是你 进来吗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孟老头操老的脸 在月光下有些惨白 我鼓足勇气问道 你认识我 孟老头扯了下嘴角 皮笑肉不笑 小孟在城头找了一媳妇 他都看不照片 院子里放了不少黑土罐 发出难闻的气息 屋内也好不到哪儿去 甚至更拨 孟老头照顾我们坐下 死后问我 你想通 愿意继续吃药了 我心里飞快地盘算 终于想起刚流产时 孟燕端给我的来历不明的中药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他才打药挺了 定定心神 我笑笑 孟燕一直不肯告诉我 这要是怎么做的 所以我只好自己来论论 安心了才能继续吃 孟老头冷笑一声 你们城里人金贵 又不会闹死人 无非是放些毒舌胆蝉除之类类 你既然肯来 就证明你已经同一小梦的做法了 等下带两包药回去继续吃到 一想到曾经喝过那么我心的东西 我的胃里一阵翻腾 死死地抓住余倩倩的手 才忍下来 我强称的笑意 弄烟药做的事 我自然是支持的 这不今天带着我们朋友来取药了吗 但是他一直也不和我说明白 他到底要干什么 我想帮他也出上什么力 我假装得如此贤惠 孟老头赞许地看着我 也是你们夫妻核心 这件事能办得更好 随后他骄傲地仰起头 晓得孟燕妹啥子考得上大学部 我迷惑得摇摇头 那是因为我替他改了命 我们三人震惊地对视 不敢相信今天还有人信这些 大概是看出了我们的怀疑 弄脑头极力地证明自己 你们还不信 小孟从小学习差得要死 要不是我他能考上重点大学 还有 他公司刚成立的时候 要不是我献进了你们的玩儿 他会做得这么好 这话给我当头一棒 原来那孩子没了 竟不是意外 我昏昏沉沉地看着孟老头的嘴 一张一合 像是听见了他的话 又像是没听进去 这次也是吗 你们按照我说的 以后想要多少荣华富贵没有 于倩倩用力撑住我的身体 不停地用手拍着我的后背 连昂强忍地怒气打听道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孟老头俱傲地看了他一眼 我替小孟算过了 有个玩儿他今后试验能更进一步 但这个玩儿不能是他自己的 所以才涨上段路奶 从孟老头家出来后 我直蹬大树底下 疯狂地扣得嗓子眼 胃里没多少东西 吐出的都是苦胆水 但我依旧疯狂地呕着 连昂拉起我 用纸叠我擦拭 不算微楼的动作 却让我眼泪直流 于倩倩在一旁慢慢咧咧 弄咽脑子他妈的有病吧 信这些东西 老娘还是圣母下凡呢 有着功夫他怎么不来摆摆我 回城时 我一直摸着肚子 想到因为梦艳的封建迷信 而未出事的孩子 心里便满是怒火 我怎么也没想到 受过高等教育的 梦艳会信这种东西 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回到市里 连昂和于倩倩 马不停蹄地带我去医院检查 谁也不敢保证 那些避孕药有没有危害 好在我吃的时间短 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当我们把梦老头给的避孕药 给医生看时 他严肃地警告我们 这些蛇虫鼠蚁的中药 确实能起到避孕的效果 但长期服用 会让人身体越来越虚弱 临走之际 我问连昂 我记得你叔叔是市医院的主任 对吗 弄咽这段时间 不知道多快活 段如南的孩子快出生 我对他的态度 也越来越好 每晚 他从段如南那儿回来 我都顿好腰扇等他 腰扇的味道并不怎么样 所以孟燕逐渐开始抗拒 我一脸心疼地看着他 你这段时间 两头跑得辛苦死了 你没发觉 你最近脸色很不好吗 再说了 阿燕 这些都是我辛辛苦苦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弄的 你多少喝一点好吗 孟燕也察觉到 自己身体最近好似变差了 时不时地会冒虚汗 他乖乖地喝下了 我准备的腰扇 我眼里闪过了冷意 既然孟老头说 这样喝不死人 那孟燕你就全部享受了吧 喝了两个多月的药膳 孟燕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没走两步就要大传气 卫生间里全是他掉落的头发 脾气也越来越大 偏偏这时候 段如南的预产期快到了 整天缠着他 这天他不耐烦地挂断电话后 就要动身去找段如南 阿燕 我叫住他 我和你一起去吧 看他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 孟燕不宜有他 不停地夸我越来越懂事了 我心里有多想捶死这一贱人 脸上就挂着多灿烂的笑容 啊 段如南打开门后 一声娇嘀嘀的阿燕 还没换出口 便看到了随形录我 他的脸立马垮了下来 不高兴到 秋韵韵 你怎么也来了 不等我回答 孟燕拉着我边境的屋 斥责他 孕燕好些来看你 你摆着个脸给谁看 需要我提醒你 你现在住的是谁的房子吗 察觉到孟燕的态度 段如南患上可怜兮兮的表情 阿燕 你误会了 我只是太意外 孕燕还愿意见我 我大度道 没关系的阿燕 如南对我有防备 也是正常的 看了我们二人谦让的态度 孟燕满意极了 还不等段如南卖弄可怜 他便一趟又一趟的跑卫生间 看来 孟燕的肾也开始不行了呀 等孟燕一离开 段如南便立马变脸色 看得我嘖嘖称奇 觉得他堪比变脸大师 他压低声音警告我 秋韵韵 劝你早点离开阿燕 不然等我生下孩子以后 保证你什么都得不到 我不以为然地挑挑眉 哦 段如南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 阿燕已经答应我了 只要我生下孩子 你手里的股权 他会全部转跌我 我冷冷一笑 蠢货 等打算放你一马 现在太来是没必要了 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 孟燕在床上躺了三天才康复 我着急地对他说 阿燕 明天和我一起 去医院看看吧 你最近怎么回事啊 抵抗力这么差 孟燕也察觉到 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满口硬下我 不出意料的 医生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孟燕走出医院 便破口大骂 庸医 他看不出来我脸色这么差吗 我在一旁急得直叹气 哎 要不 算了 你不信这些 孟燕此时难受得厉害 袁忙追问我 我不得已说出了解决办法 我有个叔叔 几年前和你一样 身体越来越差 到医院也查不出什么问题 后来花仲金找了大师 也不知那大师用什么法子 没过多久开得好啊 不过阿燕也不信这个 孟燕若有所思地低下头 我知道她肯定想找孟卯头解决 说起来 那个大师还有点商业头脑 为了防止同行尽忠 还立下了什么 被同行医治过的病人不收的规定 闲聊一般的话语 让孟燕犹豫起来 孕燕 你说的大师靠谱吗 孟燕单笑两声 我是不信这些 但我最近难受得很 死马当活马一试试 应该是靠谱的吧 一来呢是因为她贵 二来是她保证治不费用全退 一拿到大师的地址 孟燕没有片刻停留 当晚 她面色凝重地回到家里 我问她怎么样 弄焰满脑子都是大师给的方法 简单地敷衍了我两句 大师对她说 小友 看你满身贵气 应该得到过高人指点吧 本来只信一半的孟燕 此刻完全被大师着服了 随后大师掐指一算 双眼微眯微言道 学艺不惊 但为高人不过如此 孟燕不明所以 大师为何这么说 大师高声一笑 那人是否让你供奉无血缘之人 方能平不清云 孟燕点点头 唉 大师摇摇头 你现在供奉之人 与你八字相冲 又怎会保你平安呢 小友不妨好好想想 是不是供奉之人来了以后 感觉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这么一说 弄焰倒是反应过来了 确实把段龙男接过来不久后 自己的身体才开始越来越差 本就脸色惨白的孟燕被吓得更加 直呼大师救命 大师只是老神在在地说了一句 请神容易送神难 要想过难关 斩草又除根 最后一服药 早在前几天就用完了 我细心地收拾好每一处 不留一丝痕迹 莲昂不放心 又请了专业清叠师 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 品味药的孟燕 恢复了一丝神智 心里越发肯定大师说的话 这天晚上 他拎着包出了门 我早早地躺下 睡了这几个月以来 唯一一个安冷觉 凌晨 急促地敲门声把我惊醒 我打开门 手持警官证的警察站在门口 孟燕涉嫌谋杀 现在需要对他的住所进行搜查 几名警察一番寻找 在主卧的卫生间找到一部手机 手机里是孟燕三个月前 和黑石医生的对话 加大药量 能弄七个月的婴儿 提前出生吗 不行孟总 这样孩子很难存活 证据确凿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 到晚 孟燕装好从晚上购买的刀具出门 到达段如南的住所后 他假借安胎 哄骗段如南服下了迷药 他在餐桌 挤周围的墙上铺好塑料膜 把段如南扔到餐桌上 接着用刀 在段如南的肚子上笔划 郑宇满满开膛破肚取出婴儿 肚子上的剧痛却让段如南惊醒 他的尖叫引来了邻居报警 警察赶到时 段如南伸中树刀 躺在地上生死不明 孟燕被当场逮捕 段如南送到医院 最终捡回一条命 十一孟燕利用家族的遗传精神病史 逃过一解 看到眼前围墙高高的精神病院 我心情好极了 靠着车身的凉杨度说 这我舅舅开的 他这辈子都被想出来 我冲他竖起了大拇指 在他的陪同下 简单了孟燕 孟燕见到我便眼含热泪 他该不会以为 我是来救他的吧 我冲他甜甜地笑 阿燕 弄老头的要好喝吗 花了好半天时间 孟燕才理解我的话 他疯了似地冲向我 见人 见人 原来是你 我要报警 你给我等着 连昂毫不客气地伸手一推 那里早已被腐蚀的孟燕 很轻易地便被推倒 两个强壮的护工上前按住他 他疯癫的样子 看起来倒真相的精神病 连昂挡在我身前 对两名护工说道 怎么这么严重 我听说电击疗法挺有用的 护工讨好的笑笑 是是 我们会尝试的 被拖着走的孟燕嘴里 还在大喊着自己是冤枉的 可是 一个疯子的话 又有谁会信呢 我还送了他一份礼物 段如南在那天以后 人是真被吓疯了 我想着把人送进来 他们俩也好友 然后再向上